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嘛大家都管你叫大双子 这女孩子怎么叫大双子呢 我的小名叫王双 这王双是怎么来的呢 我父母都姓王 双王反过来读就叫王双 王双 对 其实小的时候叫小双小双的 还挺小巧玲珑的 小女孩子叫小双还挺淑女的 长到大了 身高越来越高 这体重也是直线上升 这哪是小双 这不大双子吗 这朋友开玩笑说 这大双子 大双子 这就都叫我大双子了 这挺尴尬的 而且这个得用东北话才有感觉 大双子 这感觉 你觉得喊出那大双子 你打啥去了 打啥去了 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格 特别适合你现在做的工作 是文化的这种普及工作是不是 对 因为我现在是在县文化上班 做的就是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 就是把我的专长带给群众 平时就是下乡演出 就在咱们全国都在扶贫的情势下 我也下乡扶贫去了 在下乡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让你难忘的事 其实在下乡的时候 难忘的事情还挺多的 就零零碎碎的 就比如说 我第一次表演三剧半的时候 很紧张 就一 二 三 四 四个人 到我那儿我 了半天 你得说词啊 说什么呢 忘了就过去了 训练一下好不好 四个人嘛 正好四个人 三剧半嘛 咱们玩一下好不好 好 来 党的扶贫 账策好 文化扶贫不能少 大双子走在第一线 不得了 好 好 帮帮的 来 我第一个 大双子真像样 幸福账单来报仗 今天闯关别迁让 往前上 好 好 那我第一了 幸福账单就是好 闯关成功 把账报 百姓舞台 观众赞 真妙 妙就妙在 有三宝 个个都是不得了 脸上都有桃花色 富方恶娇吃得好 你这个太好了 你的最后一个太棒了 我这怎么样 你看看 你的最后一个特别棒 我给你做 怪不得你最近脸色怎么好 富方恶娇吃的嘛 天天恶娇吃得好 又是好 又是好 双子你这次来到幸福账单 是带了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我这次来到幸福账单 就是想要用我自己的力量 为福平村的富了乡亲们 购置一套音箱 让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在广场上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丰富一下他们的文化与生活 多少钱 三千元 好 加油 加油 来 60秒到计时准备 三 二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 像一只小小鸟 想要飞 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也许有一天我牺牲了剧头 却成为猎人的目标 我飞上了晴天才发现自己 从此无依无靠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准备也飞不高 我实际上 我实际秘密 实际秘密 一个温暖的外抱 这样的要求 算不算太高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170秒的挑战时间非常不错的成绩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是 三千元的给乡亲们添置的音箱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今天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也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笔包 来吧 加油 把双子走起 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走着 我的天哪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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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第二关 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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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现在是机会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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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没问题 好的 好的 没问题 我的天 来吧 第三关 来 加油 速度 要抓紧 我先都替你着急 你要选择跟命运做抗争 而不要选择向命运低头 加油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由于时间已经到了 账单只能一焊取消 来吧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 我们的遥遥活动3000元的账单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为您买单 欢迎下一位抱账人 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你轻眼之间揉碎了我 你孤动风雨卷走了我 你先起过来 我 带开你 不管你爱你愛我 Burke赶紧起来 欢迎你 来 来 认识一下你是 你好 大家好 我叫白福强 然后我来自内蒙古通梁市 开路线小橙子村 好特别啊你这个衣服 演出服 你是做什么的 什么职业 三位老师你们猜一下呗 就是你是做服装的 不是 他是个财富是吗 一个财富 放歌这么好 肯定是歌手 歌手 音乐人 自由音乐人 行 那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吧 来 我一起盖一下 他是做什么的 干嘛的 就是 你干嘛 你发的吗 你这什么情况 你喝多了吗 你叫孩子 你在叫孩子们跳舞吗 为什么把那孩子的头跟着 我的天哪 你怎么跟我的话情绪一样 我的天哪 你在干什么 哎呀呀呀 天哪 你太逗了 你是个老师吗 你是不是 对 是的 我是一个 舞蹈 拉丁舞老师 你是个拉丁舞老师 拉丁舞 我天哪 你比那个孩子们还激动 你这个人 太忙到 我跟你说 太 你这个人跟刚才那个人是一个人吗 你确定是一个人吗 不像吗 不像吗 就哪个才是你真正的你现在特文静一感生 对 你现在沉得住气 那个简直就 是这样的你表面上看起来我很可爱 我文静 可爱 然后呢 其实我是一个魔鬼 你是个魔鬼 对 我的课堂上我是非常严厉的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孩子经常被我吓哭 作为我们拉丁舞老师啊 而且我可以说是非常全能 我们又可以做男 又可以做女 然后还可以当爹 也可以当妈 只要学生他能学会动作 我们愿意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对 我今天很希望三位老师 跟我一起飞上天 跟太阳肩并肩一下 啥意思 你要现场教我们是吗 老师你有点不大了解我们仨 就是他呢 尤其是我这个 我又不协调 我呢 基本就是 完全就是个木特哥的 他接舞还可以 但是跟拉丁舞的舞妹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是硬到就是 对 尤其老师 其实我们上不了天了 没关系 我只教你们上天就行 你们不用腐媚 那好 最重要的是表情到位就OK 表情是吧 对 我这件动作怎么样 还好 不觉得难吗 不难啊 我现在教你们啊 好啊 首先呢 你们站往后面去 你们站往后面去 老师的劲儿出来了 站好啊 还没有人敢跟我们说 听我 听我说话 第一步 首先 想象你现在在战场上 跟敌人打仗 跟敌人打仗 第一步 首先用气势先吓一下敌人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 正好 第二步 往前攻击敌人 攻击敌人 攻击不成功 我们要逃跑 做两步 先攻击 所以第一步 气势没吓到 往后走 往后走 然后 这个时候是对敌人进行攻击 我们把这个大炮摆出来 然后一人没吓到 我们就要逃跑了 赶紧转身 走 走 再转 再转 走 继续逃跑 继续逃跑 但是你也不能总是逃啊 那你说怎么逃 所以第三步 就要发动总攻 总攻 怎么总攻呢 怎么走 要飞起来 来个迫击炮炸弹炸下去 所以来 再往前 走 再走 然后 跳起来 非常好 挺住 挺住 最后藐视敌人 过 好 甩出去 藐视敌人 藐视你 对 非常好 来 我们四步合起来一下 准备 走 发防 进攻 走 跑起来 走 老师 须笑好 敌人打败了 我觉得这老师教的方法其实挺好 情绪教学法 我问你 老师已经教拉丁舞多久了 对 已经有五年了 五年的时间 孩子们上你的课会哭吗 会的 会的 我太凶了 而且我会经常做佛生 就是只要你不认真 比如说我说挺住 你要是打晃 做佛生 非常严厉 其实我这种状态就是很多孩子和家长 在刚开始时候都不认可 就觉得老师应该对孩子温柔多鼓励 其实我觉得就是学舞蹈用肢体表达的语言 那首先你的精神状态 还有你的身体的状态都要紧张起来 只有在这种基础之上 你才能用身体表达好这个舞蹈的语言 那你自己这么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会内心要有这种力量去带给大家 我怎么样懂得今天的这份责任和爱的呢 就是在我爸妈去西藏打工的第三年的暑假 然后我去西藏看他们 下了火车 我一眼就看到一个特别娇小的身材 然后他的眼睛你看隔得那么远 我就看到里面是含着泪花的 当时那一刹那我看到了 我说这是我的妈妈 然后我就真的不顾一切 我就扑到妈妈怀里 紧接着就是回到我爸妈住的地方 环境非常的艰苦 两张床一个桌子 但是屋里很温馨 首先桌子上放了很多的水果零食 都是我爱吃的 其次就是床很干净很干净 很温馨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我从小对那个满重过敏 所以我妈妈知道我去的那一天开始 每天中午拿着我的那个被子褥子 都不间断地去外面用太阳晒 一直持续到我来 然后那些零食和水果 都是我爸妈平时不舍得买的吃的 很贵 很贵 真的不舍得吃 父母对孩子这份爱和这份责任心 我以前都从来不懂得 那我从现在开始我也觉得我应该成长 我真的特别希望我能够快点长大 能够有能力让我们一家人都团圆 然后父母不用再这么辛苦地去外面奔波 这个份爱就是我父母给予我的 所以我今天去做一个舞蹈老师 无论你接不接受老师多么的严厉 多么高的要求 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份责任和爱 会让用时间 会用成绩 让你看到 是对的 懂了 你今天是一张什么样的账单 我今天报的账单就是 七千九百九十九元的 给我爷爷奶奶房子的装修费 来吧 谢谢 加油 60秒倒计时准备 三二 几年前一走就没回来 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 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 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 等待 你还没来 等待 等待 我 等待 你还没来 等待 我会等待 180秒的挑战时间 确认一下将的金额 7999元的装修费 装修费7999 加油 加油 3 2 1 开始 赶紧起来 关键 8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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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单没办法 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拿出你的手机采用我们摇摇活动 7999元的账单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了 还在等什么 赶紧一起摇起来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保障人 我 我 在北京 你在哪 想问问你 心情好了吗 你对了吗 有人陪你吗 我在北京 和窗戚南方 你好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一泽 我是来自这个北国槟城 哈尔滨的一个女孩 我这个性格特别好 特别开朗活泼 然后我所有的好朋友都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我小太阳 你为什么叫小太阳 是因为你特别阳光 特别可爱 你到哪儿呢 这是暖洋洋的吗 对 因为我特别爱笑 因为我胖我一笑好看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你这种风景 我不是这么笑的 我是这么笑的 你的性格太好玩了 对 你是做什么 你是歌手吗 我是歌手 你是歌手 对 我是业余歌手 业余歌手 就是因为有学专业的嘛 叫专业歌手 我不是学专业 我自个儿唱的 我就叫业余歌手 你自个儿就这么唱过来 对 就是自己 也没有学 没有 因为我父母不是很支持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经济费用 去支撑那个 就梦想 对 歌手 对 然后就 反正就汤着水 各河 然后你就到北京来 这么北漂吗 对 就是 想好了 完了我就来了 谁支持你来啊 姥姥 就是其实我今天来到幸福账单 就是也是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特别想唱一首歌 给我姥姥听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我从小呢 就是跟姥姥在一起长大 我父母就是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然后我一直也是跟姥姥生活 但是我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文艺 但是我父母非常的强 就特别反对 也不允许我去学这些东西 但是我姥姥特别支持 然后我就记得 我小的时候我姥姥有个特别大的音响 然后那个里面可以放歌 然后我舅舅喜欢文艺 然后他每天就放 然后我就跟那边模仿着唱 我姥姥在旁边陪着我 我唱得好听 我姥姥就觉得 哎呀 她的那个赞美之词 就远远不绝的 就一直在夸我夸我 可能我觉得 对 我觉得是不是从小 就夸得有点破片了 我就觉得我唱得特别的好 后来就觉得就是 可能也应该走一走这个道路 然后2016年吧 就来到了这个北京 离开了姥姥 然后就过起了这种北漂的生活 因为说实话就是 你没有学过专业 然后也没有老师指导的话 可能这个路走的就不是很顺畅 就很多人不认可 也不接受 挺难的 我就给我姥姥打电话 然后我姥姥总会说 喂 姥姥 没事 就是每个人在外面的生活 都是很困难的 遇到了困难 你要是想家了你就回来 姥姥在家里等你 但是如果遇到了困难 你就退缩或者是逃避的话 那可能以后 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就有梦想就坚持一下 挺一挺 可能就过去了 去年我姥姥是癌症晚期去世了 就是很 就是每当提到她这个去世的时候 其实是对我打击特别大 因为我从小就是跟她长大 懂了 姥姥特别希望我能站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去唱歌 她可能认为就是如果说就是即使是唱的没有那么好 可能对我的梦想好好还是自己好有一种认可 然后其实我现在也慢慢地从这个情绪当中慢慢走出来 然后把这些情绪可能都放在了我这个歌里面 因为我知道就可能只有我唱得更好活得更阳光 她可能在天堂才会觉得更安息 然后对 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来到这个舞台上 你特别来对了 你特别来对了 我也是姥姥带大的 所以特别 对吧 就这个感情 对 你们不要受影响 你们还记住刚才那个 我从小就是跟姥姥在一起长大 我唱得好听我姥姥觉得 她的那个赞美之词就远远不绝的 就一直在夸夸夸夸夸 就很多人不认可 也不接受 挺难的 我就从姥姥打电话 然后姥姥总说 遇到了困难 你要是想家了你就回来 姥姥在家里等你 有梦想就坚持一下 挺一挺 可能就过去了 越是这种女孩越让人心疼 你的暴障的内容是 对 我是想自己做一首单曲 然后送给我的姥姥 好的 享受你的牌 加油 60秒 倒计时准备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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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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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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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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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跳 好 跳 好 来 上 好 好 坐 好 踏 好 好 好 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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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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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特别好 没事 没事 特别听话 咱俩 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 好的 你叫什么名字 叫王子 王子 你喜欢他吗 他说他喜欢你 他没说 那你们要抱一个吧 不用抱了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 喜欢他不喜欢 喜欢 还是喜欢 喜欢他 您先自告家门好不好 来来来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刘自文 刘老师 今年68岁了 我来自河南城河立市 郡县 曾经是一名竞犬训导员 现在的话 专门训练警犬的 退休以后 又被反聘 还帮助训练 金犬工作 您做这职业多少年了 我做这个职业 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吧 那你怎么就是 地方有这么多就工作 您怎么选择了这样一个行业 因为呢 我比较喜欢狗 你比较喜欢狗 对 加上这个这个精传的话 也是咱们公安工作 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 对 他的作用是任何人和一起 当年还代替不了 对 所以我们这个犬呢 在这个破案中 这个对于物品间别 这个气味追踪 追踪 锁定犯罪嫌疑人 就是关键性的作用 然后你看 今天你给我们破个案呗 现场能不能试试一下 就是晚上我们这个 好像盒饭 盒饭被人少了两盒 不知道被谁给吃了 那么下午我给你表演一下 简单做一下 破个案 现场就破案 好简单的 老师 幸福账单拍摄现场 无故丢失两份盒饭 为了追查真凶 先将带有凶手 炫宝气味的物品 放在一号罐子内 五名嫌疑人的物品 分别放在二至六号罐子内 侦探盲子 需根据一号罐子的气味 从五名嫌疑人中 找出留有凶手 炫宝气味的罐子 侦探盲子能否成功识别 拭目以待 来 休休 好 好嘞 就这么轻轻的闻了一下 就这么闻一下吗 就刚才放了一下 慢 他每个都得闻一下 分别 挨个儿再闻 好嘞 犯罪嫌疑人马上就出来了 究竟是谁偷吃两盒饭 好嘞 王子一定要告诉大家 慢点 好 慢点 休休 你要还我们清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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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抓住他了 真相只有一个 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他 很多跟警犬接触时间长的 都把警犬作为自己的家人 对 因为他真的是时刻不离 才会在战场上 就我们在破案的现场上有很多默契 对 那我特别想问问 这二十多年您是跟他们待的时间长 还是跟家人待的时间长 对啊 我估计 我二人的话 说实在话 欠败的就是太多了 亏欠家人 有些时间这个悄悄实实的话 所以一切人都放在我这个二人身上 对孩子来说 没有时间进行去照顾 进行去管 是吧 就是孩子过生日 几次都给他们忘了 你给忘了 你干脆去跟狗过吧 虽然是气话 但是很实在 我跟您说 给您出个主意 就女人呢 哄一哄 好好哄一哄 对 其实好多委屈 就没了 烟消云散 哄一哄 对着摄像机咱们哄哄 对啊 说两句 你就说 浮个软 对 红灯大人说一句 这个提起来我爱人呢 确实是一个贤妻良母 有一次事情 对我感动得特别很 我父亲 我老父亲呢重病在床 一个星期呢 拉不出来大便 他的话 就成天的手带在身边 拉不出来 用用手啊 给他往出来抠 当儿媳妇的 我父亲呢还不让 我父亲呢感觉 农村的比较 不好意思 我媳妇怎么讲呢 你儿子不在家 我就是你的儿子 对 亲闺女 你姑娘不在家 我呢就是你的亲闺女 是吧 真是好女人 所以的话 我对我爱人 我非常感谢 对我父亲的孝道 是 像这样的情况下 当地人社会 如果有几个人 能做到这一点的 确实不容易 不多呀 不多 真不多 那样吧 我给他唱两句 河南对子 我给他唱两句 河南对子 我的那个仙情啊 你相会得很 你是我心中 最可爱的人啊 最可爱的人 你心中 你心中那个最可爱的人 他在电视间瞧瞧着我 瞧着你呢 瞧着你呢 就是瞧着你呢 唱出了心里话 借着这个平台啊 我表扬你了 是 这是我对你的愧疚太多了 对我的女儿 是吧 他表达了也愧欠之情 对对对对 是愧欠之情 这个你的那个 那个金泉怎么一直往后看呢 对啊 对啊 这金泉怎么 女儿爱人都来了 您听见老公在夸你了吗 我听到了 全听到了吧 全听到了 还跟您唱了 有啥对老公说的 是 我亲爱的老头子 你刚才呢 在这个前面的前台啊 说的话我都全听到了 我谢谢你 确实呢 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啊 也没少吃苦 我以前的孩子小 我家里还住那么多地 我非常忙 就在这个 有时候对他的工作 无力接 蔓原 就是吃出来蔓原 就是蔓原 你辛苦了 谢谢你 闺女 以前我爸天天不在家 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吧 也是来一个电话 突然就走了 就出去了 当时那时候我还小 我就问我妈 我说我爸是不是不爱我们了 不喜欢我们了 天天这样那个不在家 找不到人 直到有一天嘛 在我回家放学的路上 突然看见前面有那个 看到我爸和他的同事 在追捕犯人 我看见他一不小心一下跌倒了 突然摔倒在地 然后胳膊上流了那么多血 我爸也顾上疼痛吧 赶紧起来 往前继续追 追那个犯人 从那一刻开始吧 我突然觉得我长大了 我理解了 理解了爸爸 觉得有这样的爸爸而自豪 真棒 听见没有 女儿特别有心 虽然有的时候 爸爸会忘记女儿的生日 但是女儿绝对不会忘记爸爸的 当然 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吧 好 又是爸了 爸爸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唱生日快乐歌好吧 您起个调 预备 起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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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许个月 许个月 然后吹蜡烛 吹个蜡烛 许个月 吹蜡烛 六十八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除了这个蛋糕之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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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张账单可以报 是的 您的账单是 我想 给我的二 买一个金手镯子 是吧 买一个六千六的吧 好 六千六 顺势成成 好的 舞台交给你们 加油 好 六十秒 倒计时准备 三 二 我是一个兵 来的老百姓 爸爸的日本 成年少和小年江北军 我是一个兵 爱国爱人民 做命战争考验了我 立场更坚定 我是一个兵 来的老百姓 爸爸的日本 成年者 消灭了江北军 我是一个兵 爱国爱人民 做命战争考验了我 立场更坚定 海派抢 escuela 一日本 では 一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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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眼 разу 我 五九 女子 爱没在拍 rainbow 灯 110秒的挑战时间 好的 答应 能力 答应 再重复一下咱们的账单金额是多少 我的账单是6600元 6600 给老婆买的手镯 新手镯 好 选海信空调为幸福买单 如果你挑战成功的话 将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基金 如果失败也会获得由海信舒适变频空调提供的幸福大礼包 好的 加油了 好 谢谢 你就让他过吧 去吧 去吧 丸子 去吧 加油了 3 2 1 挑战开始 放爆的 没问题 来吧 第二关 漂亮 我觉得其实刘先生作为我们的老公安 应该小的时候对您的要求也挺严格的 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没想到现在女儿用上了 得加油 过来了 对 对 拔稳 拔住 对 拔住 先不动 先不动 拔住 别害怕 对了 拔住 对的 好的 你看看 我刚才说什么了 回去 太棒了 又来一圈 天哪 天哪 这可能是他的极限了 我觉得他可能 哎哟 真的是 账单只能遗憾地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6600元的账单自动进入到了账单 分享时刻 拿着你们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您的喊在等什么呢 赶紧跟我急 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为你买单 本节目由富方阿交章独家冠名播出 让我们欢迎下一位包张人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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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过去的 对的 我是2007年和我的老公 在网络上认识 并且相爱 然后一年之后 结婚了之后 就生活在了四川 你就网恋 你就从青海跑到了四川 他是藏族还是汉族 他是汉族 这么棒 然后嫁到那边生活怎么样 然后嫁到四川了过后 是住在舅舅家中 舅舅 就是老公的舅舅 对对对 老公的舅舅 因为老公家中 是2004年 一场大火 烧尽了所有的财产 所以就没有地方住 一家人当时就 记住在舅舅家中 然后结婚不久 我也是怀了小孩 然后并且跟老公一起商量 不可能一直都住在舅舅家中 应该自己有自己的 一个家庭才是对的 所以从哪开始 家中的一些经济重担 都落在了 我公公一个人身上 就你如果在公公的家中 你们不是三个人一起分担吗 这个 因为我也是 才第一次来到四川 没有 地不熟 对 没有更多的朋友 并且那个时候又怀了孕 就是感觉到怕我一个人不习惯 心疼你 对 然后还是要求我们在家中 宁愿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打工赚钱 然后建议我们在家里修房子 就这样维持了几年 家中的生活也慢慢慢慢地好起来了 对 然后我们也有了我们自己的女儿 还有宝贝儿子 我和老公的感情也特别地好 可是此话也说了 好景不长 就在2009年一个夏天 我老公确诊 患上了股肿瘤晚期 当时我舅舅就建议我们 还是去大一点的医院 去检查一下 确诊一下 然后当时也听了舅舅的话 找到了一个专业的主治医生 化验单出来的时候 一家人都是特别地紧张 医生都说 还好你们来得及时 如果你再晚来几天的话 那真的是没有了希望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 真的是眼前看到了一丝的希望 哪怕是再花更多的钱 也愿意为她去做治疗 大家也知道 骨肿瘤的话 是把烂掉的骨头 全部去掉之后 再填补一些新的股份上去 当时我在医院听到了 股份的价钱 真的是特别特别地昂贵 股份是吧 对对对对 多少钱 两千多块钱一颗 按颗算 对按是颗数来算 对 当时因为老公的手术费 都是在想四处借来的 哪来得那么多钱 再去买股份 被迫无奈之下 只有去掉老公的 左胯骨的骨头 用自己的 对用她自己的 然后去填补腿上的那部分 手术成功吗 手术很成功 老公爷现在是 恢复了正常 也是很健康 对 那么今天呢 老公爷跟我一起来到了现场 来了 来来来 有请有请 小伙子很帅嘛 他好帅气啊 三位主持人好 现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康复得不错 现在怎么样身体 现在身体很好了 说实在以前 生病的时候 很感谢我的老婆 一直关心着我 照顾着我 为我有时冲凉啊 搓背啊 非常的辛苦 很感谢她 说实在她 零七年跟我认识 当时因为她是亲爱的吧 我的岳父岳母 她也可能有点不放心 那当然 这些宝贝女儿 嫁到了四川 当时她一直坚持着 我们跟我一起 回到了四川 因为由于我的家庭条件 非常差 当回到家的时候 可以说连个睡觉的地方 都没有 当时 你嫁到那儿 你知道他们家的状况吗 你是知道嫁过去的 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 对 当时她的母亲也问过我 如今你也看到了 家庭的情况 家庭的条件是这样的 如果是你愿意跟着她呢 你就可以跟着她 如果不愿意的话 我们也不强求 对 但是我当时 对着我的妈妈 也是我的婆婆 跟她说了一句话 如今的条件 不管是怎么样 我不会看 我是看中的是这个人 那我倒要问你 你不看中她的条件 你看中她什么了 她这个人说实在的 特别的细形 在冬天的时候吧 因为我的手脚 总是冰凉的 然后她经常会 拿着我的手 还有拿着我的双脚 捂在她的肚子上 给我取暖 哎呀 好甜蜜啊 你就是个人体 短宝宝啊 好甜蜜啊 其实 不需要惊天动地 就是这些生活中的细节 让一个女人无怨无悔 小两口 来到幸福账单 告诉我 你们的账单是什么 我们的账单是 为我的公公买一台 价值五千两百元的按摩仪 来吧 加油 来留给你们了 加油 60秒到计时准备 3 2 3 2 标忘夜空的明月 香起了久别的故乡 飘过一乡的游子 牵引着妈妈 明月明月请你等等 请你等等我 我想把思念伤给你 送给我的妈妈 妈妈 妈妈 孩儿思念你 妈妈呀妈妈 孩儿祝福你 加油 加油 130秒的挑战时间加油 好吧 好的 告诉我你的账单金额是 账单金额是5200元的按摩仪 5200元按摩仪给公公的 加油 加油了 加油了 来 3 2 1 挑战开始 好 是现在 是现在 对了 就是现在 走过去漂亮 来吧 第二关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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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一眼点先用挪动 走着 走着 得过了 得过了 不过的话 你可能 又被带到了半空 天哪 整个被转到了半空 当然它是从高原地带来的 我觉得它应该 那个 哎呀 账单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5200元的账单进入到了账单 分享这样一个环节 拿着你的手机参与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 你们的孩子等什么呢 赶紧一起摇起来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妈妈已经去世已经三年多了 我妈妈其实原来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 在今天我觉得也是为了完成我妈妈的梦想来到这个舞台之上 我妈妈其实特别喜欢听歌 其实我唱歌虽然不好听 但是我身下老为妈妈唱歌 在妈妈的耳朵里你一定是天王巨星 对 真的 是好听的声音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谁来说 妈妈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 其实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妈妈走了三年的时间 她仍然保留着妈妈的一个外套 想妈妈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一看 然后贴身闻一闻 爸爸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他也希望能够多找一些时间陪陪爸爸多出去走一走 所以来到幸福账单也是要报这样一张 跟爸爸一起去旅行的账单七千元 你看看小姐姐们能不能帮个忙 好不好 你先唱歌 看看能不能打动小姐姐们心 看能不能帮妈妈完成这个心愿 好的 早点把你嫁出去 早点有一张好媳妇儿娶回家 好的 好的 加油 准备好你们的灯 谁亮谁走 60秒到计时准备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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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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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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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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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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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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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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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6 6 7 7 8 8 8 9 我就静静的看你闯关就好了 来吧 来 看稳了 好嘞 还有落地缓冲这一下特别棒 加油 是的 第四关 好嘞 漂亮 好嘞 漂亮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7000元的账单 拿出您的手机参与我们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 您呢 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跟我一起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为您买单 欢迎下一位暴障人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来起心罗名 你的心我的心 记得做一会 是别打算怎么 都是你啦 都是你啦 都是你害我整天在火炭 你的心我的心 现在也没关系 嘿 没讨我的爱 好嘞你就乱 每天的心来 万一无人在 思念做梦台 心情散温暖 其实我都在 好嘞你就乱 欢迎你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三位主持人老师你们好 我是来自福建 庄州市环县 我叫周万玲 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小学音乐老师 其实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游戏特别好玩 这是老师教孩子们 去这个上音乐课的时候的情景 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 因为我教的年级它比较低 那么有一些小朋友 我们如果单纯的 只是让他们唱歌的话 可能就不能够带动 那个课堂的气氛 对 他们也不会觉得说 音乐这么有趣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些小游戏 选七个或者他自己主动举手 人体钢琴 对 七个小朋友 谁觉得自己音乐方面 还能凑合的 谁食谱 都能分得清楚的 现在有三个 再来四个 人体钢琴游戏规则 七人分别代表七个音符 当老师念出该音符时 相对应的人 向前跳出一步即可 都 三 咪 发 松 老师 好的 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 先来一个热身 来一个简单的 都 都 松 松 松呢 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你被跳过了 我有点尴尬 这尴尬没有息的字是吧 刚才老师是一个练习 那接下来老师 请加快速度 谁输了谁刮鼻子 赢了老师有礼物 对不对 对 待会儿就有 好吃好玩的上来了 好的 要加油 各位小朋友们 好的 现在加快速度 对 都 都 搜 搜 搜 拉 拉 搜 发 发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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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Q你的 你太寂寞了 都 都 搜 搜 拉 拉 搜 发 发 蜜蜜 蜜蜜蜜 真棒 怎么都不会出错 只好全部都奖励 太棒了 原来在七个音节中 西是最孤独 老师说了 赢了的有奖励 但是既然都赢了 老师就把 从家乡带来的 好吃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 我带来的这些 是我们县的华蜜 华蜜 然后呢 这个葫芦 就是我要送给节目组的 好圆润的这个葫芦 这个葫芦呢 它也有一个 就是很好的寓意 就是如果家里面 有一些身体不是很好的话 放一个葫芦 它其实是可以 为大家带来健康 希望这个节目组的朋友们 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健健康康 摸摸 健健康康的 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是我自己家种的 那个 茶叶 对 茶叶 吴公害的铁观音 铁观音 那么 铁观音呢 它独具观音韵 它呢 是属 介于那个红茶绿茶之间 它是属于那个乌龙类的 乌龙半发角 对 它也是十大名茶之一 老师 这是好吃的吗 这个 重点 这个小仙女会喜欢 这个是我们那边的茶配 就是 喝茶的时候一定要 对 对 我们如果喝茶呢 一般会就是配一个点心 因为点心一般比较甜腻 对 这福建人就是这样的 我明明男人就是喜欢泡茶 请尝一尝 好喝 好喝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绿茶蛋黄酥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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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茶做的 好 我一会尝一尝 老师今天的账单 这是什么 因为我个人呢 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唱歌 所以呢 就想要一个好的麦克风 签在这儿可以一下 好的好的 来吧 谢谢 我再交给你 60秒到计时准备 3 2 曾经我放纵享受 到最后无处解脱 5 3 5 3 6 6 6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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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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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俘虏挑战区 加油 打出你的力量加油 3 2 1 挑战开始 好快 好的 看一看 是的 等一下 在那边调整重心 等一下 对了 他来了就可以走过去了 是的 没问题 赶紧把脚收过来 对了 从这过 赶紧跑 赶紧跑 赶紧跑过去 对了 转过来 漂亮第三关 好 稳稳地站上去 好 你可以不走到对面 你可以等这边 等你后边这个 转过来之后再走 说实话 这一关对很多女生 尤其是恐高的女生来说 其实真挺难的 因为你想落下去那一下 还是错过了机会 攒攒劲回归雪 接下来 来 光观的时候到了 加油 该跳了 该跳了 对 没问题 加油了 转过去的时候要赶紧跳过去了 上 对 不考虑那么多 太遗憾了 没办法 账单只能取消了 各位 接下来账单分享时刻 1988元的账单 拿出你的手机参与 我们的摇摇活动 可能就属于电视机前的你 还能等什么呢 赶紧跟我一起 摇起来吧 幸福账单 欢迎下一位包张人 打起鼓来 敲起锣 关这小块 我买瓜子 筐里的瓜子实在是好味 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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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瓜子 刚出的瓜子 瓜子 刚出瓜子 老板 这瓜子怎么卖的 您得尝一尝 这个瓜子 这是15元一斤 这是8元 这是6元5 有什么区别 可以试吃吗 可以 这是什么味的 我试吃一口 来 尝尝 这什么味的 您可以品尝 这是原味瓜子 对 刚炒出来的 这个好 这是什么味的 这是五香瓜子 五香的好吃 真好吃 原味的 五香的 这个呢 这是花生 这是蒜香 掉炉花生 蒜香花生 对 蒜香 对 但醉瓜子我没吃过 好孩子怎么有点红枣的味 这个就是红枣瓜子 你看 真是 真有红枣 对 咱是不是应该让人家 连两位介绍一下 那个时候 连两位自报家朋友一样 光吃瓜子 忘了介绍了 我真挺好 大家好 我叫段玉 来自良年 你叫段玉 大家好 我叫段玉生 我刚刚今年十一岁 你叫段玉生 段玉生的孩子叫段玉生 我天哪 那不就跟那个马东梅是一个道理吗 我爸爸叫马东 我一落地儿我爸爸就梅了 所以我叫马东梅 宝贝 是你是段玉生的 所以你叫段玉生吗 不是 我叫段玉生 段玉生 雨生 你没段玉生 我让你又说了怎么 你叫段玉生生 很多就是卖炒货的 都是说我们祖传的 祖传的炒货店 这个您是 您是祖传的吗 这个不是 这是我自学的 自己学的 对 我初中毕业后 就开始炒瓜子 初中毕业后 对 为啥呢 爱吃吗 当时 我在我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 我们沈阳戏剧学院 来我校招生 录取了我们三个人 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 放弃了 多少钱啊 当时需要 当时四年是六千块钱 第三个学员呢 他们家就因为父母是做瓜子生意的 买炒货 毫无保重点交了六千块钱 那个家里做炒货生意的 交了学费去了 您就觉得炒货挺赚钱的 肯定赚钱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呢 他没有多少本钱 嗯 然后我去路边路边摊 有一个老爷爷 他就是炒瓜子的 我当时怕他不教我 我每天去五毛钱 买了五毛钱瓜子 一包瓜子 边嗑子瓜子 边跟老爷爷聊天 我就偷着学 偷吃了 对 后来他看到我的用意 就问我 别查了嘛 对 然后我就实话实说了 但是那个好心的爷爷 特别特别好 跟我说了 以后不用买了 我教你 什么炒瓜子的火候啊 什么时候出锅呀 后来这个生瓜子 去哪里去采货 都毫无条件地告诉我 好的 嗯 当时我回家之后 学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卖瓜子了吗 对 然后就开始经营瓜子 而且瓜子呢 成就了我一个美满的家庭 你的老婆是炒瓜子炒来的 我的妻子是 我炒瓜子的时候 特殊的回头课 我记得我每次在其他人 从我要货的时候 她赶上时每次都帮着我 无条件地把货送到 钱收回来 所以说我特别感动 她是个客人 她凭什么帮你送货收钱呀 是因为这样 所以说一来二去的 我们就走到一起 她给我提出不少建议 包括销售环节啊 整个一些一系统的东西 她比较有文化 不像我没有文化 所以这样我们走到一起 那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经营着自己的小店呀 还是自己 现在我自己 还是在摊上啊 成立一个小学的 坚果加工厂 我唱歌了人家 真好 宝贝你今年多大 11 11岁了 宝贝你今天带来一张 什么样的账单 对啊 我们要一个炒货设备 那今天是孩子唱啊 还是你来啊 用他来 我就挺好的 来吧 好孩子加油 六十秒倒计时准备 三二 就是那个秋天 在看不到爸爸的脸 他用他的双肩 拖起我床上的几遍 黑暗中泪水 沾满了双眼 你不要离开 不要伤害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这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不知道未来还会有什么风险 我只想紧紧抓住他的手 妈妈告诉我希望再回流 看到太阳出来 妈妈笑了 天亮了 一百七十秒的挑战时间 不错的成绩 再次确认一下账单金额 多少钱 六千二百元 六千二百元 给家里添置一台炒货的设备 来吧 那现在就步入挑战区 加油了 小段 给爸爸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好 一百七十秒的时间 看一看 小段 给爸爸加油 三 二 一 挑战开始 好 一百七十秒的时间 看一看 六千两百元的账单 参与我们的账单分享的摇摇活动 您就可以得到这些账单的账单的账单 别让账单了 还在等什么 赶紧拿出手机摇摇 各位加油了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看完我们的账单故事和游戏 您是不是以前报销您手中的账单飞翔 属于您自己的故事呢 是的 人人都有账单 人人都有机会 赶快带上您的账单来加入我们 我们在这等着为您买单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希望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 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 微信 XCCTV幸福账单 就可以和我们的现场进行互动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账单 为您买单 下期再见 再见 你问我爱你有多神 由于代表我的心 我体育老大就说 你这个身材不练千球真的可惜了 我们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你叫我长大 要听当你的话